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人家說 年紀老大時身體當然 慢慢它就會耗損掉 那女生最怕的是 年老色衰 沒關係,我們就要風運猶存 我們要有更好奇的心 然後永遠就是保持幼稚 我說過了 然後我喜歡跟年輕人在一起 他們就是我的防腐劑 然後有幾個好朋友 酒勒、吃飯、開港、出國走走 也挺好的 當然每個人都有他煩惱的地方 盡量把心情放開一點 放下 我現在盡量讓自己 生活簡單一點就好 因為你如果太負責 有些事情 你會覺得太煩、太累了 所以簡單就好的 今天我很高興 請到我兩位好朋友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怎麼樣維持他們的體態 保養得超好的 首先介紹這位又能吃 但是就是吃不胖的 向娃娃姐 鳳姐好 我們要身材 體力要保養得好的話 第一個 精神好、體力好啊 這倒是 對 好,年紀到某一個階段 但是我們的心情、體力 都要好 待會兒請教他怎麼保養 另外這位 有一段時間不見 他也四處跑一跑 最近再討論了 就是熊海玲 美鳳姐好 向娃姐,你好 好 熊妹在這裡跟大家問好 要保持最佳的狀態 然後要當一個健康的美魔女 要請求我這樣 真的 現在我一年多不見他 整整一年 真的 也差不多 你有在滋潤哦 有 我覺得 超美的 我也是啊 最近好久沒看到你 怎麼今天看你特別的美 有滋潤 美到不行耶 欠照顧 這一位每次我們有一些什麼 想要讓自己到年紀 不管怎麼樣 能夠保持更好一個狀態的 其實他都跟我們分享很多好的祕訣 也就是我們營養師余朱欽小姐 鳳姐好 各位大家好 我們要睡得好、走得穩 要有一些方法 等等告訴你 好的 那個年輕人很好睡 好像中睡 中睡、不中吃 然後慢慢年紀 就好像 你剛剛講到我的重點 我真的能吃 能吃 但是我就是 這點讓我是最頭痛的 我跟你講 以前年輕的時候 真的哦 而且睡那個時鐘 可以繞一整圈 是 現在走到哪兒都睡不好 尤其是能吃 是吃得很飽 但是你就躺在床上 就是不能睡 我之前有一次出國 就跟你很熟的朋友 紀寶如、紀立如 他們姐妹 本來三個人要住兩個房間 後來想省一點錢 就兩個人 我們三個人住一間房間 對 那個床鋪就疊在一起 我旁邊睡了一個紀立如 他就說 姐姐,我先睡了 如果等會兒睡著 你有聽到什麼聲音 你就不要介意 我想晚上會有什麼聲音 好不好 我就去洗澡 我一出來 他們兩個姐妹倒頭睡了 寶如睡旁邊 他睡中間 一個是呼吸就... 然後中間那個是打呼 呼吸 我想 難怪他叫我說 聽到什麼聲音 不要介意 一個女生可以打呼吸 他這麼大顆 總要睡覺吧 我到旁邊 他就對著我轉過來 我就一直看著他 然後我甚至受不了 我就推他一下 姐姐,你怎麼還沒睡 我說妹妹 你的呼也打太大聲 對不起 那我再換個位置 他就換一下 等一下不到 我就... 呼... 我說沒辦法,我又推他 他說 你為什麼整天晚上都不睡覺 我說 你為什麼整個晚上一直打呼 然後就看著他 我就很生氣 第二天我想 我先睡 不要讓你們先睡 我就先去洗澡 我就洗完澡 以後我趕快吞一顆藥 睡著了 我睡了不到一個鐘頭 我又隔壁聽到 你還吃藥了嗎 吃藥會被吵醒 你看那個呼有多大聲 你知道我多麼生氣 那個在我旁邊打呼的人 你知道 然後我有一個晚上 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吃了藥氣質 已經昏昏沉沉了 又被他那個呼打到醒過來 我就說我好痛苦 我真的 我吃藥也不行 我吃東西 我怎麼都不能睡覺 對不對 是好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就會很恨 那個這麼好睡的人 真是的 嫉妒又羨慕 真的跟我有深仇大分 好,兩姐妹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 以後我們就自己睡 要戴耳膳 還要戴耳機 有點難耶 我覺得這種感覺就自己睡 那最會嗎 我啊,失眠 會 我最近這一年 其實睡得不是很好 是因為 我的筋骨非常非常的痛 我身體其實很好 對啊,你整個保持得很好 身材又好 對 然後很多人 像我走路 我一些女朋友都講說 走在我旁邊 走路的時候 兄弟可不可以走慢一點 你走得好快 我體力又好 動作又快 唯一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比較困擾我的就是 我的筋骨 還有我的睡眠 我這一次是因為我的筋骨 實在太痛了 然後痛醒了 然後到四月份 今年四月去... 去年四月去日本 因為太冷 我的午時間就更嚴重了 然後我就引發了憂鬱症 睡不著覺 本來很好睡的 那個睡不著就更嚴重 對 然後我就復健 然後到現在呢 我覺得我的不好睡 這一次是因為 就是我的筋骨引起的 我平常如果好睡的話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會認為說 不好睡有很多原因 除了年齡慢慢大了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還有就是 精神上的壓力 例如說要求完美 工作 第二天要上班 或者要錄影 我平常不好睡的時候 我吃一顆、兩顆安眠藥 我都覺得我睡不著 這就是壓力 第二天要早起 因為我們如果要錄影 中午的班 然後我們太晚睡 我也睡不著 一顆、兩顆還不夠 睡著了 可是我會睡到一半 我會驚醒 沒有 就是壓力 想說要錄影了 要背台詞 或者是要跟向娃姐 美鳳姐這麼漂亮 在一起要錄影 要錄影 就有約了 對啊 我早早就準備上床 昨天晚上還睡不好 你看 真的 很有責任感 對 是我要求太高 有時候很難放鬆 這是很多家庭主婦 或者職業婦女的一些問題 對不對 而且我們發現 睡眠跟情緒 其實是有直接關係 有 然後你睡不好 情緒不好 其實會引發一些問題 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睡不好的話 跟你情緒到底有什麼樣的相關 因為睡眠品質好不好 會影響到你身體很多問題 第一個就是傷心 就是情緒會不好 像我們有調查過 睡眠低於六個小時 一天低於六個小時的 他的心血管疾病發生率 會比一般人高好幾倍 然後再來就是 你的睡眠如果受干擾 現在很流行的是什麼 就是老人癡呆 對 會提早發生 如果睡不好 頭部就是比較有問題 再來就是受不了的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你睡不好壓力 然後反覆會造成 然後這個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最根本的是 要從情緒管理上面做起 那個情緒管理 不是說你一直說服自己而已 當然我覺得 跟朋友去交往、聊天 會可以抒發 可是其實有一些外在的方式 或者是可以輔助我們 讓我們情緒可以比較舒緩 請問有沒有什麼祕訣 就可以有一點點小小的幫助 就是可以在睡眠障礙當中放鬆 對 我會建議有一些小方法 就是睡前其實可以 用溫水泡腳 讓你的血液循環 可以稍微一點點... 體溫升高一點點 會比較好入睡 然後再來就是喝一杯溫熱牛奶 溫熱牛奶會讓你的身體 比較放鬆 還有就是 是可以幫助我們身體放鬆 然後再來還有一些 蔬菜跟水果是可以吃的 深綠色的蔬菜 它裡面含的B群 還有裡面含的這些葉酸 是有幫助我們腦神經穩定 然後水果 水果有一項... 水果就是 香蕉可以吃 像睡前你可以喝一杯香蕉牛奶 可以幫助你放鬆 因為我有聽他說過 所以我就是真的有時候餓 不是很餓 可是嘴巴慘 晚上我就會吃點香蕉 我們會建議晚上要吃的水果 要比較好消化 反而不要很硬 或者是很粗的那種 譬如說芭蕉就比較硬 有時候比較難消化 香蕉它又比較好消化 但關鍵為什麼要吃香蕉 是因為香蕉裡面含有的 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放鬆 還有我是聽我朋友講 香蕉 例如說 我們現在如果有抽筋的狀況 你只要吃個香蕉 就不會抽筋了 對 這是什麼原因 為人家補免會抽筋 對,但是... 對,那是電解質不平衡 香蕉裡面還有 它可以避免這種 就是電解質不平衡 比較不會有肌肉收縮的問題 如果已經是你矯矯了 補免或是香蕉 那時候就要立正正好 對,手上去就一定好 因為有的時候假如說 有一點抽 你就覺得生一生或是站起來 還在抽 那個小腿 你說抽得很嚴重 你抽... 我後來人家就說 你要左腳抽得很難 你就舉你的右手 忘記在那邊雙手投翔 他就不抽了 對,不會抽成這樣 對 所以在家裡山慕石 就把那哪裡超商有賣 買個香蕉放著這樣 不過吃香蕉 又有另外一個吃法 就是說不是只有吃肉 香蕉會胖 香蕉吃太多真的會胖 這個水果它的熱量是高的 對,因為其實如果是一條像香蕉 等同於已經是半碗飯的熱量了 所以其實關鍵 香蕉皮比香蕉的果肉 它對我們幫助睡眠的營養成分更高 我也有聽說過 可是香蕉皮要怎麼吃啊 吃香蕉皮 香蕉皮沒有辦法直接吃 我媽只有講過 如果要吃蘭蕉吃香蕉皮 最適合人不吃香蕉皮 不過人家這樣說 有的人真的用香蕉整個 水果乾淨 倒下去香 果汁精 對,然後這樣喝 那不是很澀嗎 因為它含來裡面 它有果肉 它有果肉一起 有人還含著蘭蕉或什麼 不過香蕉皮 也不是只吃一個香蕉 那個香蕉油痕 對啊,而且如果你外面買的 你不確定它有沒有農藥 對啊 你有洗乾淨嗎 不知道 很麻煩 對啊,所以其實現在 生物科技很發達 它把香蕉有效的成分 就是針對我們會放鬆 會舒緩的 吃進去之後 會讓身體產生快樂的那種成分 它把它萃取濃縮起來 變成像這樣子的 一顆一顆的 你就可以這樣做補充 膠囊的嗎 對,它是膠囊的形式 它就把香蕉皮 其實它這一顆裡面 有十二點五根的 香蕉皮的萃取濃縮 把它濃縮在裡面 你不想吃到中了 對啊 對 因為如果真的吃香蕉會很胖 而且會很長 還要吃很多 對啊 等於十二根香蕉皮 萃取的濃縮 對,所以它是天然成分的 萃取濃縮 所以它不像藥物 藥物它就直接把你的腦袋 給馬上關掉 然後可能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一般的這種 來自天然的萃取濃縮 它其實是幫助你身體調回成 你原本該有的狀態 所以這個相對就是沒有副作用 而且也不會有身體負擔 是在調 是在補充、在調 平常就可以吃 對,就可以調理 是啊,我們都會建議說睡前 睡前你可以兩顆 或者是說白天 情緒比較容易起伏 或者是比較易怒 或者是比較容易憂鬱 你就可以白天可以吃一顆 OK 其實我是這幾年 我真的深深有感覺到 因為我睡眠那麼差的人 不但是變成腦袋瓜 沒有像以前反應那麼快 再來就是整個人的骨質 還有我的全身都會常常痠痛 而且因為骨質會比較疏鬆 這是我真的有深深感覺到 真的 真的,尤其是像爬樓梯 下樓梯 或者做完運動 我就覺得我全身都會痠痛 這個有一個現象可能要注意 因為其實長時間睡眠不足 有可能會引發骨質疏鬆症 對,所以骨質疏鬆症 其實有一些症狀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骨質疏鬆症的症狀 是它會在... 有一些地方會有痠痛的現象出現 第一個就是下背痛 下背就是我們腰到... 就是肚子後面這一塊的背部 這個是下背 然後再來就是 睡覺有時候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枕頭不適合還是怎麼樣 但是頸椎痛 也有可能是骨鬆的症狀 還有就是鬥牛 以前有百瀉 現在像唇沒有百瀉 一五九 一五九,差一公分 我還有聽過有差三公分的 是哦 對,就是一看就是很明顯 再來就是比較容易痊癒 彎腰駝背 就是因為沒有辦法那麼挺 再來就是 對 講到骨頭 普通時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保養方法 有人說焗白骨湯 或是喝什麼油嗎 特別吃什麼 我大概是睡前會喝一杯牛奶 但是喝了牛奶就是 晚上就會一直起來上廁所 尤其是像現在冬天 我大概喝這麼大一杯 六百CC也比五百CC多一點點 六百CC大概兩份 那你喝一點點 你就不夠癮啊 你喝一杯 可是就... 喝完... 就是三星半夜就是... 就會一直醒過來想 這樣可能又會影響睡眠品質 對 這樣可能也不好 其實在補充我們都會建議就是 小量多餐 因為我們一次能夠吸收的鈣質 也是有限 所以如果你一次喝這麼大杯的牛奶 可能它只吸收 只有一輩子 春的都過多了還是排掉 所以搞不好你如果是一杯 你可以分兩餐喝 可能會比一餐喝一杯 效果還要來得好 對 就像人家說要多喝水 但不是一次要喝很多 對啊,因為你喝很多 一下都排光了 身體都沒有吸收 對 好 那補充嘛,我們可以... 其實存好這個骨本 在年輕的時候 就要有這個概念了 有什麼樣的 可以幫我們稍微照顧 稍微補充 對,我們都會建議 趁年輕的時候 就要存我們的骨本 是 然後我們的關節 如果會痠痛的話 其實有一個成分 我覺得是很好的 就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 軟殼末可以顧骨本 尤其是因為軟殼 就是我們雞蛋跟雞蛋 中間有一個白白的薄膜 它裡面 富含有二型的膠原蛋白 跟多種可以幫助我們 建構骨本的 我們的骨頭 其實有點像是 阿門頭跟雞蛋 我們的膠原蛋白 就像我們的水泥 阿門頭 可以把這些砂給凝固起來 那個砂就像鈣質 所以如果你要把房子 鈣得穩固 阿門頭跟雞蛋 一定稍微比例要均勻 所以像這個軟殼末 它含著這個 就像這個阿門頭 可以讓 然後呢 阿門頭 阿門頭去超級中山 黏到紅 我們就是鬆了啦 對 而且我覺得現在生物科技 真的很棒就是 它已經做成這樣子的濃縮 你不用自己去剝那個 就是說它的分子也比較細了 然後吸收也比較快 對,然後已經製成這樣子 喝的方式 因為老大人 它的吸收也比較快 乾了 這個可以乾了 這個成分有什麼 它裡面最重要就是 這個軟殼膜 然後它還有 然後它裡頭還有 譬如說我們常常走動 會痛其實就有點發炎 對,會痛 要嘛就是肌肉痠痛 要不然是筋發炎 要嘛就是關節發炎 我前幾天才去... 因為我實在痛得受不了 以前我復健科醫師 就是我筋骨的問題 他給我吃止痛藥 消炎止痛我從來不吃 可是我上個禮拜 那個三、四天前 我真的自己去掛號 我說拜託你開給我 我真的痛到不行 我覺得我已經發炎了 然後我最近吃了大概四天 我覺得好了一點 不然我的指頭 我的手指頭跟這邊 我都是腫脹 然後全身骨頭都痛 吃消炎藥啊 可是消炎藥 我為什麼不吃... 骨頭吃消炎藥不好了 因為我發炎了 我覺得我已經發炎了 所以暫時救急 我覺得我不敢多吃 如果真的痛到一個程度 還是真的要請醫生協助 讓你舒緩一點 但是其實你平常 就要做一些保養跟預防 我們講如果說你痛到那種程度 通常他已經是發炎到 一個症狀 已經紅腫熱痛 這個就是發炎的現象 像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他也是小孩子的媽媽 也算年輕 他有一天也睡得冒冷 痛死 他兒子嚇到 他說他生小孩的時候 就不哭到這樣 他那天哭到這樣 就跟熊姐一樣 他說痛到... 他說他可以回復一下想像 當初生小孩的那個痛 他說比生小孩還痛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痛是不能控制 他會在那邊抽痛 好像真是... 而且我不能翻身 我一翻身就更痛 我都會慘叫 我真的能念你 那就是已經發炎 那是發炎 對,也有一種可能是 關節跟關節中間的潤滑液 缺少了也有可能 就是老化、退化 或是磨損過度 這個... 譬如說像我們膝蓋 關節跟關節中 那個有軟滑 還有其中潤滑液 它如果變少了 你長時間摩擦它就會發炎 然後就會腫 那所以我每次站起來 那個就是... 就是少了潤滑了對不對 有可能活動力也比較不夠了 都有可能 所以 像我... 我記得我跟娃娃有一年 我們在典華跨年 你記得 那時候排練的時候拿麥克風 其實我是... 我習慣左手拿麥克風 那就是在排練的時候 我右手要打拍子 我就發現我連拍子都不能打 我說我來練練看 用右手拿 我麥克風拿不住耶 我會掉到地上 就是這個整個這麼嚴重 所以喝這個會有改善 對,這個是針對我們的關節筋骨 去做保養 對,像喝這個的 我有一些比較年紀的長輩 有一個七十幾歲的媽媽 他其實... 通常七十幾歲 他就是屬於這種 關節容易退化的高耗發族群 加上又是女生 然後又一次已經是更年期了 這種族群 尤其特別一定要做這樣子的保養 他喝了大概有兩、三個月之後 他整個症狀就改善了 不然他一樣是每天睡覺的時候 他... 他的腰是痠到沒辦法睡 就連翻身都不好翻身的 真好 這個額膜 這個要怎麼喝 我們會建議一天一瓶做保養 如果說你這陣子發現 好像有點痠痛 你就可以一天兩瓶 對,老晚這樣子 就是平常就是要保養 因為其實身體 隨著年紀它有些 的確是都在流失 當然就是會有一些不一樣 但是最主要就是睡眠 真的要稍微注意要改善 然後再來就是顧好我們的骨頭 我們的骨本 因為讓我們的人生是慢慢 我們就可以樂活 對不對 看你這要怎麼去過 當然情緒要放輕鬆 對,年紀越來越... 有了就越來越輕鬆越簡單 簡單就好 簡單自在對不對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姐妹們的光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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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自己 要保養 美鳳有約 美鳳有約